记者陈嫌疑台东报道,台东市区昨日下午传营楼抢案,两名年轻男子共乘一辆机车,光天化日之下一人持长约一公尺的斧头,破窗抢走一尊十三,六十六辆,约四十公分高的陈金观音,一人拿铁锤接应,得手后立马加速逃离,犯案过程短短不到十秒钟,警方巡线掌握两名未成年家匠, 今日下午趁公庙绕境歹人,近百家将汉信徒叫嚣阻挡,警方开枪强势待人,宪政侦讯中,警方表示,专案小组彻夜未眠巡线搜证,过滤治安人口,车辆及调月三,四百只监视器,掌握诚信,黄行两名未成年,青少年设重嫌,今日下午四时许徽军出击,在市区碑南加油站附近发现正随公庙家将绕 调境的二贤,旋即屈前歹人,未料突如其来的动作,引来供妙人员和家将的叫嚣阻扰,警方开了一枪示警,将二贤强势待上车时,众怒才逐渐平息。